点火转职以及大学毕业季来临 高雄市青年局举办高雄好职感 新媒体人才就业媒合会 力邀27家知名企业 提供近300个新媒体相关职缺 所有的社群包含抖音 IG等等很多的社群 其实都是所谓的新的初位媒体 所以说成这一次的 我们的这个媒体的这个 人才的培育班 对然后先解业的所有的学员 我们都会做优先的面谈 所以我们实体店其实也在想说 那我们用他们的优势 融入新媒体来对我们的 百万公司的任何东西来做一些行销 我想这是我们接下来需要采用的 最高月薪上看五万元 吸引超过850人次投地履历 媒合接近400人次 媒合率接近五成 这一次的就业媒合会 各大企业开出行销企划 小编电商视觉设计等 新媒体相关的职缺 吸引众多求职者参与 就会把我自己经营平台的 这个过去的经验呢 把它整理成我的履历的内容 那我在求职的时候 其实我可以把这个当作一个作品 其实告诉我的 我的面试者 青年局成立KTV高雄新媒体 人才培育中心 至今已经迈向第四年 提供高雄有兴趣从事数位行销 以及内容创作的年轻人 空间设备和相关课程 协助青年提升新媒体 行销技能 为进入职场打下坚实基础 透过这样子的一个 新媒体的训练呢 我们期待是让我们的青年朋友 能够在这个资讯飞快的时代里面 能够有很好的装备 来面对这个快速变化的 这个职场的挑战 那透过这样子的一个 新媒体技能呢 也能够让他们在职场上面 更加的有竞争力 也让他们在找工作的时候 能够更加的顺利 媒合会活动现场 青年局也特别邀约 南部大专院校以及知名企业 共同签立新媒体行销 管理师认证 产学推广合作协议 共同提供青年学子 完整的培训学习 实作认证 和职缺媒合等服务 记得高雄综合报道 感谢观看